下面我们来学习一下存货跌价准备的计题和转回 那么我们刚才一直在讲可边线净值的一个计算 那么计算出来了可边线净值以后 你需要将成本与可边线净值进行一个比较 那么进行比较之后呢 你需要去计题存货跌价准备 那我们计题应该计多少呢 是不是用我成本和可边线净值的一个差来计算呢 也就是说我的成本是比我的可边线净值要高的 是不是 那我现在我的成本减去可边线净值 是不是有一个值啊 是不是我在计题这个存货跌价准备的时候 就应该计成本减去可边线净值这个值呢 告诉大家不是这样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刚才算出来的这个成本减去可边线净值 我们认为呢 它是一种应有的余额 也就是说我这个存货啊 它真的跌了多少呢 就是这个成本与可边线净值 值差 就是说我应该有这么多的一个存货跌价准备吧 应该有这么多的一个存货跌价准备 但是我是不是应该计题这么多呢 不行啊 你要看一看你原来 七出数上啊 七出存货跌价准备 这个账户上已经有多少了 如果说你的这个差额比你原有的这个账上的这个数字更多 那你就补题呗 那你补题的这个数是不是就是应该本期计题的 本期应该计题的呀 那如果说你算你看了一下你的这个存货跌价准备 账上原有的这个余额啊 它是大于了你这个计算出来的这个差额的话 那你需要转回呀 你需要转回呀 那才能使你整个存货跌价准备这个科目的这个余额 反映你的这个情况啊 反映你应有的一个余额啊 那么这就是存货跌价准备它计题和转回的一个情况 我们来看一个这个T字形的账户啊 来理解一下存货低价准备它的计题和转回 那存货低价准备当我们计题的时候是贷方对不对 因为它是资产的一个背底科目 所以它肯定是借贷方表示计题啊 减少我的这个账面价值 那借方是表示我转回来的吧 我转回来的 所以借和贷是一个转回一个计题 那假设我现在存货低价准备 它期出已经有20了啊 已经有20了 那我现在呢 我的这项存货成本是100 如果我的可变线净值是70的话 我是不是成本比我的可变线净值要高 啊 我发生了减值啊 那么应该有的减值金额一共是多少 也就是说我这项存货 我真实的减值应该是多少 减了30呗 但是我存货跌下准备 贷方是不是已经有了20了 我这个地方就不用去计题30了吧 我只需要去补题10就可以了吧 所以我补题贷方10 那如果说我现在可变线净值变成了80了 我应该应该有的这个减值金额 是不是就应该是20啊 那这个时候我应该转回多少 应该转回 借方10吧 为什么呢 因为我转回了借方10以后啊 才会形成一个带方20的一个余额吧 那么才会整整体上将我这个存货地下准备啊 它的一个金额变成20啊 体现我应有的一个数额啊 所以我本期需要借方转回10 那如果说我的可变线净值是120了 可变线净值120是不是大于了我的成本100啊 那说明我没有减值了 那么我没有减值了 我应有的减值金额就是0呗 那么我现在要转回多少呢 肯定是要转回20啊 这样才会是0啊 你不能再转更多了 那我存货地下准备 肯定是转回至0为限哦 好 这就是存货地下准备 计题和转回的一个问题 那么大家要注意的是 我的带方是计题 然后借方呢是转回 那么涉及到 我应该补题多少 和我应该转回多少 好 我们再来回到前边的一个PPT 那么我们刚才讲到了这个 这个T字型账户的一个事例啊 那么总结一下 其实就是我本期应该计题的存货地下准备 就等于我期末可并限禁止 低于成本的一个差额 我们就是前边一直在讲这个差额 是不是啊 也就是说我应该有的一个余额 减掉我存货地下准备 账户上原有的一个余额 也就是期出数啊 我计算的这个差额 与我的期出数进行比较啊 如果说这个差额正好等于0的话 那说明我本期就不用去计题存货地下准备了呗 那如果说我这个差额是大于0的 说明我需要一个补题吧 去补题啊 那补题我刚才说了 是不是代方存货地下准备啊 然后借自然简直损失啊 如果我的差额小于0的话 是不是我要转回啊 那么就按差额去充减呗 去充减存货地下准备 做一个相反的会计分路就可以了 借存货地下准备 代资产减值损失啊 那么这个就是 存货地下准备的 计题 和转回 好这个大家一定要理解一下啊 就是说我们计算出来的这个成本 和肯定性性值 它的一个差啊 不是我们本期就应该计题的一个数额 我们一定要和前期的啊 原有的一个余额 来进行一个比较啊 它是我们本期应计题 或者是应转回的一个数额 明白了吗 好 我们来做一个单选题 假公司呢 为商品流通企业 发出存货 采用加权平均法 结转成本 按单项存货 来计题 地下准备 存货地下准备呢 在结转成本的时候进行结转 该公司2022年年初存货的账面余额中 包含A产品 1200件 是年初存货 它的账面余额有1200件 实际成本是360万元 已提存货地下准备 30 它已经提了哦 所以我们后面再 再计算它的这个 差额以后 是不是要和它 这个30 进行一个比较啊 好 2022年 该公司 未发生任何与 A产品有关的进货 A产品当期 售出了 400件 这个 这个信息 非常的重要啊 也就是说 我原来是不是有 1200件 我现在售出去了400件 也就是说 我现在还剩800件呗 2022年12月31号 该公司对A产品进行检查的时候 发现呢 库存A产品均没有不可撤销的合同 什么意思啊 有合同的时候用合同价 没有合同的 那么就用一般销售价格呗 市场销售价格呗 好 那么它市场销售的价格是 每件0.26万元 预计销售每件产品呢 还将发生销售费用啊 其他相关的税金啊 0.005 那么知道了这两个数 是不是你就能够算出来 它的这个A产品 它的可变性净值啦 好 假定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影响 该公司2022年末 对A产品应该计题的 存货低价准备 应该为多少 那么就比较 我的成本和可变性净值呗 成本是多少 原来是1200件 成本是360 是不是啊 那么现在卖出去400件 也就只剩下 800件的一个成本了 那我就按比例去算呗 360里边 其中有800还剩下了呗 那么一个比例算出来 不就是我的一个 800件的一个成本了吗 那么现在我要算什么呢 800件 它的可变性净值吧 可变性净值 我刚才说了 要用一市场的一个销售价格 0.26呗 然后还有一些相关的 销售费用呗 然后去乘以多少 几件 800件 这就是它的可变性净值吧 那我的成本 与可变性净值 来进行一个比较 判断它是不是 来进行减值啊 好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解答 2022年呢 年末A产品的一个实际成本 要算一个比例啊 那么剩下800件 那么原来360的一个成本 剩下240万元了 那么240万元里边 好 然后它的可变性净值是多少 800去乘以一个 0.26减去0.005 等于204呗 那么应期提的存货地下准备 金额是多少 240去减去204呗 它发生了一个减值啊 是36 那么我们在作账的时候 是不是应该减资产减值损失 代存货地下准备 36啊 不是的 刚才我们算了 这个是不是一个应有数额 应有的数额 那么需要与谁经济比较 七出啊 那么这个题目告诉你说 存货地下准备 它的七出是不是已经有30万了 那么我们应该将这个36和这个30万元 进行一个比较吗 那么这个题啊 一错点就在这里 我七出30万 但是我本期是不是销售了400件出去了 那么我刚才已经说了 当它截转的时候啊 这个存货地下准备是不是随着我们的这个库存商品 一并解转出去啊 那么它卖了这400件 那么400件里面的存货地下准备 数额也要一并的去解转出去啊 所以当期已经转销了多少 这么多吧 10万元吧 也就是说 我在对比的这个10点 存货地下准备科目的期末余额已经算多少了 还剩20呗 还剩20呗 那我36应该是去和我的这个20来进行比较吧 而不是直接与30哦 所以它应该计题多少 36减去20 应该是计题16万元的这个存货地下准备 这个题还是比较有意思的啊 错的也比较多 错在这里 再看一个例题啊 这个例题是快据分布了 20某7年12月31号 假公司W7型机器的账面成本是500万元 但由于呢 W7型机器的市场价格下跌了 预计可变现净值呢 变成了400万元 这个时候是不是应该去具体一个存货地下准备 100万元啊 好 那么假定呢 20某8年6月30号 W7型机器它的账面成本仍然是500万 但由于W7型机器市场价格有所上升哦 那么使得W7型机器的预计可变现净值 变为475 如果说我们有转回的这个问题的话 转回的这个倾向的话 一定是我原有的 我原有的这个存货啊 简直的一个因素消失了 而不是新增加了一个新的因素啊 一定是原有的一个因素 消失啊 我才能够转回 好 使得W7型机器的一个可变性净值 变成了475 我原来是不是计题的100万的存货地下准备啊 那么现在它是500 475 我应该计多少 那么就是 500减去475 等于25呗 所以我当下要转回多少 要转回75呗 才能使我整个存货 低价准备数额为25啊 好 那么2058年12月31号 W7型机器的账面成本仍为500万元 由于W7型机器的市场价格进一步上升 预计W7型机器的可变性净值 变为了555万元 也就是说 现在W7型机器是不是没有减值了 没有减值了 那么我们要把这个存货地下准备 它的这个余额变成0吧 0吧 好 现在它还剩多少 25呗 那就把这25全部转回就行了 以转到0为限啊 我们来看一下它的一个账目处理 首先 2058年6月30号 我应该去冲 转回 借存货地下准备 转回是在借方吗 然后贷资产减值损失 这个二级科目也可以不写啊 那么是75 转回75 在2058年的时候 再转回25 以转到0为限 好的 好 第五个知识点呢 是存货跌价准备的一个截转 那么其实这里呢 教材有一点点重复啊 就是在第三节这里的一个截转呢 和我们第二节讲的截转 其实是一回事啊 就是这个存货呢 他在他可以通过这个销售啊 出售的这方式啊 进行这个截转 当然也可以通过其他的一些方式 比如说债务重组啊 也可以通过非货币性资产交换转出啊 那么在截转的过程当中呢 我们要注意 企业在截转销售成本的同时呢 我应该截转对其已经计题的谁啊 存货地下准备啊 我之前刚才讲过了吧 就是你截转出去的时候 一定要把存货地下准备 也一并去截转啊 那么意思就是 你截转的呢 其实是一个账面价值啊 这里呢 其实是一个 我们把它叫做账面余额啊 或者有的时候叫它成本啊 然后这个账面余额啊 减去存货地下准备 就是它的一个贝里科目 那么这两个值呢才是一个账面价值啊 那么这个主营业务成本就到挤一下呀 这个比较简单啊 那么存货地下准备这里的这个截转呢 你要和前面这个存货地下准备的计题 转回 做一个区分啊 那不要把这些词用错了啊 计题转回 截转 做一个简单的区分 其实并不难啊 好 那么下面我们来学习 第四节 存货的清茶盘点 什么叫做存货的清茶盘点啊 你想一想 这个这个存货啊 它的类型那么多啊 原材料啊 产生品啊 半生品啊 周转材料啊 那么这么多的一个存货 我 这种实物资产啊 其实它特别容易变质啊 腐烂啊 你比如说这个张子岛 大家听过吗 张子岛的扇贝 一夜之间啊 十亿没了啊 不知道跑哪去了 所以呢 对这个存货呢 进行一个实物的一个盘点啊 实力的一个盘点 也就是说 对它进行一个清茶 还是非常有必要的啊 那么我们会计准的呢 也是要求对存货呢 要进行一个清茶的 这个清茶呢 其实就是清茶什么呢 清茶我这个账面上记录的 就是我账上记录的 和你实地 或者叫实际 存在的这个数量 是不是能对得牢啊 如果账面上 和我实力的这个数字 能够对得牢 那说明很好啊 说明我什么 账时相符啊 那如果说 我的账面价值和我实物的 实力盘点的这个数 不一致 那就出现了一个账时不符呗 那么账时不符呗 好我们来看一下 存货清茶 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意思啊 就是指通过对存货的实地 来进行盘点 确定存货的实有数量啊 实际拥有的一个数量呀 并与账面结存数 来进行一个核对啊 就是账面数和实有数 进行比较啊 从而确定存货实存数 与账面结存数是否相符的 一种专门的方法啊 那么有两种不符的情况 你要么 账上的小于你实际存在了 那么我们把它叫做盘盈啊 还有一种情况 我账上的比你实际的要多 那么不就叫做盘亏吧 这两种情况 那么我们分别来介绍一下 盘盈和盘亏 它的一个会计处理 首先我们来看盘盈 存货如果是盘盈 就是说我账上的数字 是要比实际的数字要小 会出现盘盈吗 会呀 比如说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啊 你买100送1 那个1没有寄到账上啊 那么也是很常见的啊 就是收发计量的一个错误 那么会使你账小于10啊 那盘盈的时候 我们应该怎么做账目处理呢 我们这里呢 要区分我批准之前 和报经批准之后 就是我发现了之后呢 我可以先寄到账上 要马上寄到账上 及时性嘛 寄到账上 那么体现我这个资产的一个真实价值啊 好 那么我们怎么体现呢 借 如果我盘盈的多的是谁啊 是原材料 那么就借原材料 如果我多的是一些库存的商品 那么就借库存商品呗 带什么呢 带 带处理财产损益啊 带处理财产损益啊 这个是不是一个新增的一个科目啊 大家以前没听过吧 带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呢 它就像一个中转战一样 啊 中转战一样啊 临时待一待的 那定过批准了以后 我要把贷处理财产损益 转到哪里呢 去充管理费用 这种费用类的会计科目 带方表示减少呗 啊 那么也就充减管理费用 充减管理费用 增加我的利润 因为我是盘盈嘛 盘盈嘛 所以你看啊 整个盘盈的一个过程呢 知识点啊 三处 第一处一定要分 批准前和批准后 第二处 我们通过一个中转战科目 带处理财产损益来进行核算 第三啊 我充减的 最后充减的是谁啊 充减的是管理费用 去充管理费用 掌握这点就可以了 那么还有 刚才我们提到的 就是我盘盈的时候 我应该以什么入诈啊 重置成本吧 以重置成本来进行入账 这个知识点就可以了 好 那么重点 或者是比较难的点呢 就是盘盔啊 它比较麻烦 它没有像盘盈那么好啊 盘盔 那我少了 那我少了 我怎么办呢 我也要做账啊 那我也要区分 批准之前和批准后啊 那么批准前怎么样 批准之后再怎么样啊 那为什么它麻烦呢 你就要区分不同的情况啊 因为你少了嘛 你可能有不同的原因 导致了你这个少了呀 那么我们分哪几种情况呢 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啊 要么是你自己计量收发 出现了一个差错 数错了嘛 这种也比较常见啊 如果数量非常多啊 我有一万件 我少数了一件 是不是也很正常啊 毕竟这个人啊 他都不是机器啊 他肯定会出错的啊 包括机器都会出错 是不是啊 那么还有一些情况呢 比如说管理不善 我本身自己管理就有问题啊 管理出现了一个漏洞啊 那么这些非正常的一个原因啊 那么区分这些情况下啊 他有会计不同的一个账务处理 我们先来看自然灾害 如果是自然灾害 导致了我的这个存货 发生了一个盘亏 我应该怎么处理呢 借 贷处理财产损益 贷原材料 库存商品 刚才我们讲的盘银 是不是借原材料 贷 贷处理财产损益啊 贷处理财产损益在贷方 那么盘亏相反的 那么贷处理财产损益就在借方 如果你记不住贷处理财产损益 他应该在借还是在贷 那你就去记原材料啊 那么盘云不就是借方比较增加吗 原材料贷方比较减少吗 所以你不用去记这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他应该在借还是在贷 你可能就记混了 你只要把另一个对方会计科目 写出来之后 那么另一方你就自动出来了 这是批准之前 那么批准之后呢 报领导批准了 好 要把贷处理财产损益给冲掉 这个中转站不用了 是不是啊 谢谢您了啊 您可以休息了 那么把它给冲掉 冲掉冲到哪呢 你注意啊 如果是一个盘亏的话 他可能还能收点什么东西 收什么东西啊 你比如说 我的残料 你不能没有全坏啊 没有全坏 坏了一点还能卖点残料 卖点破铜烂铁的啊 那么残料 他也可能会变现啊 直接把它卖掉 卖点这个铁 卖回来了 那么借银行存款 那么也有可能 我还能用一用啊 留一点点 剩下一点点材料啊 那么会借原材料啊 那么还有什么呢 还有一些应收的赔款啊 比如说 我这个自然灾害 入了保险啊 我的这个存货入了保险啊 那我保险公司会给我一定的赔款吧 那么我记录到的是什么呢 是记录到的是其他应收款呢 那么是不是可能会有一个差额 那么这个差额 我们就记录到营业外支出 我之前刚才讲到了 就是你只要出现这个自然灾害 我们一般都是把它放到哪里啊 都是把它放到营业外支出去吧 自然灾害都是放营业外支出 第二种情况 计量收发的一个查措 我自己数错了 我自己数错了 当然我不是主观的故意啊 不是主观故意 那么我数错了 怎么办呢 批准之前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贷原材料库存商品 是不是和这个是一模一样 他们俩一模一样是不是 那么差别就在于批准后 那么批准后我们来看一下 同样也把这个中转债给冲掉 那么代方科目是借银行存款 材料是不是变现啊 然后原材料 材料入库 其他应收款 是不是应收的一些赔款呢 差额是最大的一个区别 它的差额是什么 管理费用 而不到营业外了 是你自己的这个管理的问题啊 那么管理费用 这是他的一个差额啊 是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好 这是计量收发的一个差错 还有一个 管理不善等非正常原因 有同学说 哎老师 刚才你讲 自然灾害等非常原因 管理不善等非正常原因 我都有点晕了 这就是我们这个教材和准则里边的一个表述啊 你把它记住就行了 自然灾害 这种台风天啊 这个地震呢 这种自然灾害 我们把它叫做非常原因 非常原因 那管理不善 我们把它叫非正常原因 记住就行了 记住就行了 那考试的时候呢 一般都会直接告诉你啊 是自然灾害啊 比如说我台风天来了 怎么怎么那样的 那管理不善呢 他也会跟你说是管理不善啊 他不会说是非常原因 怎么 或非正常原因啊 就是太咬文嚼字了 是不是啊 太咬文嚼字了 那灵活处理啊 注重应用啊 那如果是管理不善等非正常原因 怎么办呢 也是见 带处理的一个财产损益 带原材料 库存商品啊 但是你要做一个什么 净向税额转出哦 净向税额转出 这个转出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 你把这个贷方啊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啊 净向税额转出之后 你就会冲掉 你原来在买原材料 库存商品的时候啊 记得那个借方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向税额 所以说一借一带把它冲掉了 冲掉的意思是什么 你后边就不能去抵扣 消消税额了吧 就不能去抵扣了呀 不能去减了呀 那你就要多交呗 是不是啊 那谁叫你是自己管理不善的 对不对 你自己的一个原因啊 你自己管理不善 所以我就要让你做这个 净向税额的一个转出 净向税额的一个转出 这是它非常大的一个区别啊 一定要把这里重点 把它记住 记住记住 好 那么批准之后 那就一样了啊 都是到管理费用了 都是到管理费用了 除了这个自然灾害 即营业外支出呢 这个管理不善和计量收发的一个差错呢 都是到管理费用了 就是到管理费用了 那你会发现 如果是计量收发的一个差错的话 它的这个代处理财产损益 是要比这个管理不善的 这个代处理财产损益 是不是要小啊 它小它大呀 它大了哪一部分 它大的就是这个 净向税额转出的这一部分呗 那如果说它大的话 那么会导致 我这个值大吧 那么它大会导致 我这个管理费用的差额更大吧 那我损失是不是更大 那么管理不善 会让你的这个管理费用 这个差额变得更大 明白了吗 好 这就是盘亏和回损的一个 存货盘亏和回损的一个会计处理啊 那么重点也就是 你要分批准钱 批准后 另一个呢 分不同的一个情形 如果是自然灾害的话 那我们就要 差额是寄营业外支出的 那如果是寄粮收发的话 它的差额是寄管理费用的 那如果是管理不善的话 它的差额也是寄管理费用 只不过它要做一个净向税额 应交税费 应交增值税 净向税额的一个转出 它后边不能带进抵扣了 这是三种不同的盘亏和回损的一个情形 好 我们来做一个例题 A公司呢 在某次例行的财产清查过程中呢 发现某材料发生了回损 这批材料的实际成本呢 是一万元 金查明是什么原因 自然灾害哦 出现自然灾害 马上想到什么 营业外支出啊 营业外支出啊 然后相关责任人赔偿了2000 材料200 然后已入库 这个材料适用的增值税税率为13% 那么请做出A公司存货盘亏的一个会计分录 这个很简单 首先批准前 我们通过这个贷处理财产损业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 是不是啊 我们原材料减少 那么批准以后 赔偿 寄其他应收款吧 2000 然后原材料 材料入库200 然后把贷处理财产损益给冲掉 差额是什么 营业外支出啊 自然灾害都是营业外支出 7800就行了 是不是很简单 来还是这个题目啊 但是我把这个原因改了一下 改成这个企业呢 他自身管理不善 我自己 自己管理出了问题 我自己的问题 那我们刚才讲 如果是自己管理不善 他的原因导致的 他的特点是什么 他的差额是寄到 管理费用 是不是啊 管理费用 然后呢 他的进向税额 是不是要转出啊 这两个关键点啊 如果是出现自身管理不善 等这原因 那么一定要记住 这两个关键点 好 我们来看一下 他的账务处理 批准前借贷处理财产损益 一万一千三 贷原材料 一万 应交税费 应交自助税 进向税额 是不是转出了一千三啊 那你会发现 我们刚才做的那个自然灾害啊 他的这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是不是只有一万啊 因为他没有一个进向税额的转出啊 那如果是进向税额的一个转出 是不是会使你这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 他的这个值变多啊 好 那么批准之后 其他应收款 两千 原材料 带出这些财产损益 给充掉 差额 管理费用 九千一 那么你会发现 他这个管理费用 是不是比我们刚才记的这个 其他营业外支出啊 是不是要多啊 以上呢 就是我们存货的全部内容呢 那么存货呢 属于我们整个课程体系里面 难度系数比较小的 一些基础性的一个章节啊 那么还是需要大家牢牢的把这些知识点都掌握的 那么最后呢 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小节 那么存货呢 我们首先确认 我们首先学习了啊 它的一个确认和初始计量 然后就是确定什么样的一个是属于存货 什么样的是不属于存货 比如说 我给大家列举的啊 除了我们常见的一些库存商品啊 再产品啊 产生品啊 原材料以外啊 那么有一些再涂物资啊 发出商品啊 代制品啊 代修品啊 房地产开发企业 它开发商品房的一些土地使用权啊 委托加工物资啊 这些都是属于我们的存货 那么有一些呢 是不属于我们的存货 比如说工程物资啊 受托代销商品啊 这样的一些存货呢 都是不属于我们的这个存货的 好 然后它的这个初始计量里面呢 我们讲到你要根据存货来源的不同啊 来进行不同的存货初始计量的一个计算啊 那比如说我是外购的一个存货的话 那么它 它的一个初始确认金量 初始确认这个金额呢 应该就是一个价税和费 对不对 价税和相关的一些费用 那么这个价你注意 它是不含增值税的 是不是啊 可以抵扣的增值税 是不能够包含在这个价里面的啊 一般纳税人的这个增值税是可以抵扣的 那么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相关税费 比如说消费税啊 资源税啊 关税啊 不能抵扣的这个增值税啊 都要把它记录到成本当中去 那么还有其他的一些这个相关的一些费用 比如说一些保险费啊 这个包装费啊 运输费啊 那么这样的一些费用呢 你注意它的关键点是什么呢 合理 必要 入库钱 对不对 那么合理 必要 入库钱 那么一些非正常的一些消耗啊 不必要的一些支出 入库后的一些仓储费用 那么都不能够记录到我们存货成本当中去了吧 好 然后是第二种方式 我们是通过加工的一个方式取得存货 那么加工的方式取得存货 它有一块比较大的一个加工成本 是不是啊 那么加工成本啊 它里边主要是一些直接的人工和制造费用啊 那么是加工的一个成本啊 那么加工成本里面 比如还有一些其他的一些费用 像为特定客户的 特定客户 进行设计的一些设计费用啊 也要记录到 我们存货的一个成本当中去 当然也可以通过一些其他的方式啊 获得这个存货 比如说投资者投入啊 非货币性资产交换呀 债务重组呀 提供劳务啊 那么这些方式呢 也会获得我们的这个存货 但是它的这个 这个这个方式啊 其他其他这个方式 因为它取得的不同 所以它初始确认计量是不同的 那么具体的一些啊 初始确认计量的一个要求呢 我们会在不同的特殊交易的 这个章节去给大家展开去讲 好 那么解决了这个存货啊 它的初始入账金额之后 我们就要解决下一个问题 就是我发出存货的一个计量吧 我需要领用这个存货 生产去领用它 也可能呢 直接把这个存货要进行出售 比如一些库存商品啊 产生品啊 那么发出存货的时候 这个领用的金额 和我出售的这个金额 应该定多少 我应该节转多少成本呢 那么就会有不同的计将方法啊 计量的方法 那么我们主要讲的先进先出法 移动加权平均法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 以及个别计价法 四种方法吧 先进先出法 它认为呢 先进来的批词 我先发出去 是不是啊 是这样的一个 存货实物流转的一个假定 那么移动加权平均法呢 它让它认为 我每一次进货的时候呢 都要进行一次移动加权的一个平均 来计算它的每次的一个单位成本 月末一次加权平均法呢 它只在月末进行一次加权平均就可以了 它不用每一次进货 都要进行一个加权平均吧 这是三项主要的一个实物流转的一个假定 那只有个别计价法 它实物流转和我的成本流转 是完全一致的 是不是啊 它能够更加真实的记录 我的这个存货 实物流转的一个过程 当然它适合的这个场合也比较少啊 比较适合一些珠宝啊 适合一些这个名画啊 这样的一些意志性啊 比较有意志性的一些存货 它的一个计价的一个过程 那么前述的三种方法呢 它比较适合于一种一些同质性的啊 存货之间的一些计量啊 这个收发发出存货的一个计量啊 这是四种发出存货的一个计算方法啊 那么大家呢 一定要回去再回顾一下 我们做的这个例题啊 把这个存货啊 发出方法啊 发出存货的这个计量啊 这个计算把它掌握 那么我们还讲到了存货成本的一个截转啊 那么在截转的时候 大家要注意 就一方面我要确认收入是不是啊 那么另一方面呢 我要这个截转成本 我截转的时候呢 是要以账面价值来进行截转的 也就是说我的存货跌价准备 是要跟着我的这个存货 以并截转出去的啊 那么解决了发出存货的一个计量之后呢 我们又解决一个期末存货的一个计量 也就是看一下存货减值的这个问题呗 那么存货减值的话 我们的原则是成本与可边线净值熟低 来进行计量 成本与可边线净值熟低 成本我们已经解决了 那么现在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 我可边线净值应该怎么去计算 是不是啊 那可边线净值在计算的时候 你一定要区分清楚 我持有这个存货的目的是什么 我这项存货是要把它卖掉呢 啊 还是我是要加工生产成产品呢 啊 那么持有目的的不同 会让你这个可边线净值里边的估计售价 是不一样的 如果我直接去卖的话 啊 比如说一些商品 那么我就直接用它的估计售价 去减掉我相关的一些销售费用和销售税金就可以了 那如果是一些生产性的啊 非出售性的一些材料的话 那我需要看一看 我生产的这个产成品 它有没有发生贬值 如果我的这个产成品发生了一个贬值 那么说明了我这个材料也发生了一个减值 那发生了一个减值之后 再去计算我这个材料 它的一个可边线净值 那计算的一个基础 一定是这个产成品为基础 减掉我的加工费用 再减掉我的销售税金 减掉我的一些相关税金之后啊 再去算我的这个材料的可边线净值 与材料这个可边线净值 与成本来进行比较 那如果说这个材料 它是直接用于出售的话 那么我们就不需要用产成品啊 它的一个销售价格来进行倒推了 而怎么样呢 直接与我 直接用我这个材料 它的一个销售价格 与我的成本进行比较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要看可边线净值里边啊 它的这个存货 持有目的是什么 持有目的的不同啊 直接导致了我估计售价的不同啊 估计售价的不同 那么会导致我可边线净值不同 可边线净值不同啊 那么导致了我成本和可边线净值 进行比较的数额不同啊 那么会导致我存货 低价准备的计题截转 数额也是不同的 好 那么可边线净值的计量这里呢 还需要强调一点 就是你要看一看 是不是有合同价 如果有合同价的 我们就按合同价来 是不是啊 如果没有合同价的 那么就按一般的销售市场价格的 销售市场价格来就行了 那如果是有合同价的话 你还要去比较一下 我库存存货的这个数量 和我的这个合同定的这个数量啊 它的大小关系啊 那如果说我库存的这个存货啊 数量是大于合同价的话 那我要分两部分去做 是不是啊 合同价的部分啊 合同有合同的这个部分 用合同价作为我的估计售价 没有合同的这个部分啊 我要以一般销售市场价格 来作为我的估计售价 那么最后两部分加起来 才是我整个存货啊 它的一个减值的一个情况 那一定要注意的是 这两部分我们不能合在一起啊 做抵消处理啊 它因为它有一个抵消的一个作用啊 所以一定要分开去做 有合同的按合同价 没合同的啊 就按销售价 一定要是这样的 好 这是可变线净值的一个计算啊 那么计算完了可变线净值之后呢 我们会与成本进行比较 那么成本与可变线净值的一个差啊 它是不是就是我们存货地价准备 应该计题的一个数字呢 不是的 我们这个差呢 它是一个应有的一个余额 是不是啊 那我们要和存货低价准备 它的一个余额进行一个比较啊 那如果说我的这个差额 是大于我的余额的话 那我就要相应的去继续去补提啊 补提 那如果说我是小于的话 那么就要转回啊 那么计题的时候 我们是带方去计题啊 存货低价准备 那转回的时候呢 我们是借方啊 去转回 那么还有一个截转 那么这个截转呢 就是和我们第二节的一个截转是一样的啊 那你要注意就是 非生产性的一些商品 它截转的时候 对应到什么样的一个科目啊 会计科目 那你比如说 我是销售材料的话 那我肯定对应的是截转到 截转的这个对应账户呢 是呃 对应的一个科目呢 是其他业务成本啊 因为它有其他业务的一个收入啊 那么大家注意 对应什么样的一个会计科目 那么最后呢 我们来学习了一下 存货的一个清查盘点啊 我们最后要对存货进行一些清查呀 盘点啊 看看我的账上的数字 和我实际上的一个数字 是不是相符啊 那如果是账上的等于实际的 那么就是仗实相符 那如果是不等于的话 有两种情况 要么 啊 是盘盈 也就是说 我账上的数字 是小于我实有的一个数字的 是发生了一个盘盈 我存货多了 那么存货盘盈的时候 我们是通过什么科目呢 是通过一个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啊 中转站来进行中转的 它分为批准前和批准后啊 那么批准之后呢 我们再去充管理费用 那如果是盘亏和回损的话 那要分具体的情况 具体分析了啊 是我的自然灾害啊 自然灾害导致的这个 呃 我存货盘盔盔呢 啊 还是我计量收发 还是我管理不善呢 如果是我的 呃 如果是自然灾害啊 这样的一些原因 导致的存货盘盔盔的话 啊 除了我批准之前 通过贷处理财产损益 这个科目来进行核算之后 啊 我批准之后 冲销这个呃 贷处理财产损益 科目的时候 我的这个差额 是进入到营业外支出的啊 那么呃 如果是计量收发的话 我是差额 进入到管理费用的 那如果是呃 我的管理不善 我自己的一个原因啊 导致的我存货盘盔盔的话 我的差额也是 进入到管理费用 那唯一的一个区别呢 就是你要做一个 进向税额 转出的一个处理 啊 那么在盘盔的 这个过程当中呢 你可能会有一些 材料变现 那么就借银行存款 也有可能呢 会有一些材料 材料入库 那么借原材料 也有可能会有一些 责任人啊 赔保险公司的一个赔偿 那么就借其他应收款 啊 那么差额啊 刚才已经说过了 这就是盘盔的一个处理啊 那么整一整章的内容呢 就给大家做了一个 简单的一个小节 这就是存货 所有的内容 谢谢大家